- 嗨 大家好 我是快樂大學的HAPPINESS UNIVERSE的熊仁謙 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 為什麼需要害怕尷尬呢? 我發現日常生活中很多的朋友 甚至於很多身邊周到的人呢 都非常害怕尷尬 不論是在電梯裡面遇到一個陌生人 然後你要跟他一起坐電梯坐到17樓 兩個人卻互相無話可說 這種莫名的尷尬感 還是呢 你去女朋友家裡面 然後偷偷的去 結果發現呢在他家的時候 爸媽突然回來了 這都是某種尷尬與緊張的感覺 我在日常生活中比較常遇到的狀況是 當有人向我請求幫忙 當有人向我幫助的時候呢 我就不知道怎麼回應 因為我可能想要拒絕 但是我怕尷尬 所以我就不知道要怎麼回應 以前呢我可能就會直接不讀不回 或是已讀不回等等 後來我發現 其實我們對尷尬有過多的解讀了 要知道怎麼樣不害怕尷尬之前 我們必須先知道尷尬是什麼 講白來尷尬就是一種讓我們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麼樣回應的一個狀況 無論你是像我們剛剛提到 去女朋友家 然後呢他父母突然回來了 你不知道怎麼反應 或者是你在捷運上遇到你的前男友 就算你們兩個沒有不歡而散 就發現對方不適合 可是你會突然不知道怎麼樣反應 會有一種不知道怎麼樣去面對他的感覺 跟尷尬非常類似的另外一種狀況是曖昧 所謂的曖昧到底是什麼 曖昧我們常答到後面第二句話是不明嘛 所以曖昧的意思就是一種不清楚的狀況 比如說美國跟蘇俄在二戰之後冷戰時期 兩國之間就不是很確定對方到底要怎麼樣 不清楚的一個狀況 這樣子不清楚不知道怎麼樣回應的狀況呢 我們一般都稱之為曖昧 同樣在感情上也是 我們常常講說所謂的有人以上 然後戀人未滿的這個狀況稱之為曖昧嘛 就兩方不知道對方到底想要怎麼樣 然後好像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又不清楚這種很微妙的一種 充滿了壓力的一種感覺 我們稱之為曖昧 曖昧的一個最大的特色是 為什麼它讓我們這麼的不知所措呢 因為它不清楚 我們不清楚對方的反應 所以我們不知道該進還是該退 我們怕我們做了決定之後 破壞了曖昧這個狀況之後 的狀況會比現在更差 尷尬跟曖昧很像在於 它就是一種不知道該怎麼反應的狀況 然而相對於曖昧 尷尬一個很大的特色是 只要你做出回應 只要你打破尷尬的話 基本上狀況不會更差了 尷尬讓我們充滿壓力的點 是因為它是一個未知的狀況 而在這個尷尬背後並沒有所謂的得失 它跟曖昧不一樣 曖昧你如果打破曖昧 有可能進有可能退 可是打破尷尬並沒有進或是退的問題 而我們之前談過 人為什麼往往沒辦法正面思考 因為人呢 在面臨到未知的狀況的時候 都習慣於下判斷 對人來說 最無法接受的狀況是 就是未知 尷尬的狀況這種 不知道該怎麼回應的狀況呢 對人來說 不論是對你自己或是對對方 其實都是不好的 所謂的不好就是 兩方其實都是不喜歡這個狀況的 因此 打破尷尬跟打破曖昧不一樣 打破曖昧有可能變得更好 有可能變得更糟 但是打破尷尬只會更好 不會更糟 因為在尷尬這個情況之下 最糟糕的狀況就是未知的 沒有什麼狀況比未知更糟糕的 我們知道打破尷尬其實沒有更糟 你不需要害怕尷尬 因為尷尬本身是一個 不知道是一個未知的狀況 而打破尷尬就沒有更糟 不但如此 打破尷尬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我會在下支影片給你介紹到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到我們快樂大學 Happiness University的臉書 跟YouTube按讚與分享哦 我們定期每週一與每週三的 下午六點半 都會分享一支 能夠讓你人生更快樂的影片 一定要準時收看哦 試試看吧你會更快樂的 Give it a shot You'll be happier 出品